其实命理学在我这个号业是没有宗教的 不参与宗教 如果你是有宗教 你当然是去拜 供奉 或者是在烧银子 给我们叫好兄弟 那个是火 所以就是火 那也就是你要增加你的氧气 其实在西方也是这样 to light up the spirits light up the positive energy 对我来讲 我会用我们的玫瑰 你懂玫瑰蜡烛 但它可能是我自己的办法 我在这十多年 我用了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效 我们叫做light up the spirits 那spirits呢 也可以是我 我们每个人也有一个神 就是神 然后我们也有在家里的神 我们也有其他东西 就是要light up 在16号初一 在那个30号的15了 龙历 还有在那个30的 龙历30就是14号绝 这个三个日子 我们就点这个蜡烛 那么是 有些人说这个时候我出国 OK啦 带吗 很难呢 带在一起去 在hotel上 可以啊 那如果不可以 没关系啦 就是在这个阶段 就是16号 阳历16号到9月14号这个阶段 你在方便你的时间 在家里就去点那个蜡烛 然后burn 就是烧到套完为止了 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哎 莲姐来 你示范 OK so这个蜡烛嘛 然后它其实可以burn到 就是可以烧14个小时 但是我们有没有时间 说要早上烧 没关系啊 我觉得没关系 但是就在家里的中间 中间 就是center of the house 如果不能呢 也在家里的南方 因为南是蔬果 中间是阳 一定要很阳气 那中宫 家里的中宫 需要很positive so and rose呢 你懂玫瑰啊 这个玫瑰是我自己做嘛 大家都知道 那玫瑰呢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带动很强性的磁场 它也带动我们的正能量 因为它有320赫尺 就是如果你去research呢 它真的是可以调养我们家里的那个阳气 跟调养我们自己个人的阳气 然后你的阳气越强 其实你的运气也好 好的东西就会来找你 好的人也来找你 这样子 我了解说有一些人 要多一个问题 一些人的toilet 不要看它很小 但是它的能量 它的能量是很强大 我是不是需要喜悦啊 什么before我点呢 也可以 也不需要也没关系 然后如果你是说 我在搬新家哦 其实不管七月也什么 平常的日子 就是开工啦 搬家啦 还有那种要做一个喜庆的那种日子呢 我们可以在家里的中宫 点玫瑰蜡烛 哦 但是我可以放在office点吗 当然要啦 可以啊 好像家里放 那如果是开店做生意的也很好啊 那可以点在 我就是说来南方 南方就是在South 这个是礼挂 也是一个南方是熟火 那你要invite阳气嘛 就是你要增强那个能量 对不对 然后不然就是在中间 中间中宫 但是中间不是那个one dot 它是一个grid的 你家里的中宫就是好像一个 大概是一个家里 你分成九个格的那个中宫 也不一定是exactly中间 它也可以在 maybe你的电视机那个角落啦 那中宫其实 或者你的那个 那个房间的一部分啊 也是在中宫 你明白吗 如果你不明白 不要紧啦 那是连结或者过来我们 这里啊 我们可以帮你啦 你可以留言 或者你可以send你的 比较给我们看 我们可以大概 我们可以帮忙你 说你要中宫在哪里 连结你搞定 可以 没问题 多谢 感谢观看